我和她在一起两年了 异地了一年 我觉得她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心根本不在我这里 我在北京压力真的很大 不能像以前一样一直围着她转 她总是理解不了 我一直希望两个人可以好好走下去 可是现在见不见面对她来说都无所谓 我觉得熬过这段时间 等她毕业了就好了 可是她一直找茬跟我吵架 我一直也很累的好不好 我真的已经很体谅她了 可是我们还是一直在吵架 到底是我太敏感 还是她真的变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任 25岁来自山东 媒体工作者 女嘉宾小琪 22岁来自黑东江 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谁要来的 一起来的 都想来 都想来 你想来干嘛 我想来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缓和和它之间的那种矛盾和冲突 您呢 我们之间出了一些问题 我想通这个节目来看一下到底是为什么这感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个想法还不太一样 一个是揪音 一个是要结果的 谈了几年恋爱了 两年 两年 异地几年啊 一年 为什么异地呢 因为她就是毕业了要去北京工作而我还在上学 你们过去是大学同学是吗 是 是 在哪儿读书啊 在济南 山东济南 对 这个现在一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嘛 一个半小时是吧 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约定的 就关于她毕业之后的去向是怎么约定的 有约定吗 当时 有约定 咋约定呢 当时说的是她在济南工作 然后等我毕业了再做打算 就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说 我要去北京工作了 就也没有说事先跟我商量过 突然间就走了 就是说话不算数 也不是 就一开始我们是说过 一开始答应她的是 就是我在这儿陪她两年 但是后来觉得我学这个专业在济南 就没什么前途 我就想去外面去试一试 所以说我就没告诉她 我去试的试 然后结果就试上了 我就觉得她是说话不算数 就答应好了说陪我 然后到时候就临时变卦了 如果她当时要是通知我的话 就我可以说是跟她一起去面试 但是她没有说我要去面试了 然后就告诉我一下这件事 你更在意的是她隐瞒了你 然后直接给你一个结果对吧 对 那么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其他的问题上 这个小伙子信守承诺吗 不信守 或者说也不信守 当时我们俩 然后她去北京了吗 我心里是耿耿于怀 就是觉得她也没跟我之前说好 但是心里又挺舍不得她的 当时是一种挺依赖她的状态 然后两个人就说好了 说其实也挺近的 就是平时多公投 就是生活上的事情多分享 一有扣也经常要来看我什么的 我想着就是一地一列 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等毕业了再跟她打算 但是她就是变得很快这一年 就跟想的不一样 都有哪些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她也是就是回来看我 就每周周末都坐高铁来 我觉得还挺累的 心里就是挺心疼她的 又要工作又要来看我 我就说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她就说女生坐高铁 一个人觉得她不放心 然后她觉得自己来看我 是一些特别高兴的事情 但是后来就这没坚持 一个多月她就变卦了 就不经常来看我 也就是含泪 就不愿来了 就变成我老去看她了 是 一开始 是 就是我去看她 但是你也知道 就这么连轴转 我觉得我经历根本受不了 我每周都要回去回来 就感觉我就是那一阵 就是精神特别紧张 感觉特别疲劳 感觉特别疲劳